主内家人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回到主的家中 跟主内的家人可以一起聚会 透过诗歌 透过神的话 我们一起在属灵的道路当中 可以遵行神的话 以至于我们经历到蒙府的人生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重整婚姻 我要透过圣经里面的一段故事 来分享那一段故事 给我们怎么样的启发 然后我要谈到现代的一些议题 我想我的内容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圣经 我们一起翻开以斯拉记第九章 以斯拉记第九章一到二节 还有第十章的一到十七节 有一点点长 不过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念 以斯拉记第九章一到二节 请听我来念 这些事完成之后 众首领来接近我 说以色列百姓 祭司和利未人 没有弃绝迦南人 赫人 比利洗人 耶布斯人 亚门人 摩亚人 埃及人和亚摩利人 等列邦民族所行可证的事 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女 娶了这些外邦女子 以至圣洁的种子和列邦民族混杂 而且领袖和官长在这世上是罪魁 接下来我们读第十章一到十七节 我想邀请弟兄来念单数节 姐妹来念双数节 请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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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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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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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于是犹大和叶大民众的 在日之内都已经在叶叶了大 那于是十九月二日 后来都都在在神内间 在他们过去 于是时都已经下大 又都在祭 于是你从他来站起来 对他们说 你们有罪恶 你也有罪恶 他让他们还帮你走 神明天是一个人的罪恶 现在来上一张的电话 你们列苦的神任对 正行他的主意 你也在这些活动 而外观的理由 因为从他来站起来 我们一朝去的爱情 不是爱情动作 若恶大理的实力 我们不能站在外头 这也不是一两天 开玩的事 因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在这些活动作 不如为这些活动作 在这些活动作 我们在这些活动作 把我们听众 以外当地的理论 当按所定的日子 通过这些活动作 我们在这些活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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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就读到这里 我想今天的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看 圣经这一段的故事 所传讲的 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人他们 因为得罪了上帝 神就让他们亡国 他们被掳到 巴比伦那个地方 之后在巴比伦王朝 被波斯取代之后 波斯就允许这些 被掳到以色列人当中 有七十年之久 这一些的后代 他们可以回到 耶路撒冷那个地方 去重建他们的家园 一方面可以重建 他们的圣殿 二方面可以重建 他们的城墙 另外他们也允许 以色拉能够回到 这个地方来重新建造 已经失去很久的 一些信仰的传统 重新教导他们 有关于上帝的话语 等到他们回去的第一波 也就是索罗巴伯 在被掳七十年之后 他们终于可以 回到自己的家园 第一波回到自己的家园 在那里生活了八十年之后 第二波也就是以色拉 他第二次回去 第一次回去的人 大概有五六万个人 第二波回去的人 大概一千多个人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故事是 当第二波回去的以色拉 他带领这些人回去之后 他们在圣殿里面献完祭 没想到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当中可能有官长 来跟以色拉报告一件 他们认为很严重的事情 也就是他们回来的这段时间 发现他们的先祖 在这八十年回归之后 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有很多的祖先 跟当地的一些外邦 外族的人通婚 尤其是娶了当地一些的外族的女子为妻 那娶了他们为妻之后 也生了小孩 原来看起来不是很严重的事情 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他们实际的生活里面 看见问题所在 因为他们取了不同宗教 不同文化的女子为妻的 那个结果 就是有很多的犹太人的信仰 开始产生的偏差 而且他们的生活 不再是以上帝的话语 为他们遵行的目标 因此这件事情就看在 这个第二次回归的人的眼中 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此他们就来跟以色拉 报告这件事情 第九章的第三节 以色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有一个非常激烈的行动 圣经说他听到这个事情 他就撕裂衣服外袍 然后他拔自己的头发 还有胡须 经聚坐在上帝的面前 那这些的反应是非常的强烈 因为非常的害怕 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呢 因为对以色拉跟一些人来说 他们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现在又犯了 跟早期没有被毁国的 之前的状况是一样 在旧约摩西五经好几个地方 都有提到 上帝卷选他的百姓 拯救他们离开埃及之后 要带领进到迦南地区之前 上帝就吩咐他们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 最具体的是在生命纪 第七章一到四节 我念给大家听 耶和华你上帝 领你进入要得违业之地 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 哪些国民呢 就是贺人 格加撒人 亚摩利人 迦南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共七国的民 都比你强大 耶和华你上帝 将他们交给你击杀 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 不可与他们立约 也不可连续他们 接下来的重点 不可与他们结亲 也不可将你的女儿 嫁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叫你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为什么 因为他必使你儿子 转离不跟从主 去侍奉别神 以致耶和华的怒气 向你们发作 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 我们注意到了 在生命纪 当以色列还没进到 迦南地这一块 成为他们自己的土地之前 神就已经告诫他们 说有这七族的人 你们要把他们灭绝尽去 也不可跟他们立约 更重要的是 不可跟他们通婚 为什么 因为通婚的结果就是 他会使你们偏离了 真道去侍奉别神 以至于神的愤怒 会临到在你们的身上 因此这个禁令的背后 也是一种的保护令 神希望他的子民 继续地认识他 敬拜他 能够过有福的生活 因此要避免这个事情 结果我们知道 在以色列历史里面 他们进到了迦南地之后 他们没有灭绝的 这神所规定的七族 他们贪爱他们的财物 他们娶了他们的女儿 嫁娶了他们的儿子 这些的事情都发生 事实上之后 也如同圣经所说的 他们就跟随别神 去敬拜那些偶像 以至于得罪了上帝 那得罪了上帝的结果呢 就是神就兴起了 巴比伦帝国 还有亚述帝国 灭了北国跟南国 因此请注意 以色列人 他们的历史很清楚地知道 他们为什么亡国 因为他们违反了上帝 给他们的命令 他们在婚姻的生活上面 没有遵行神的旨意 以至于这样的婚姻 就带来了一些信仰的掺杂 他们就不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 这个圣洁的族群 就掺杂了这个事情 行了可证的事 在过去可证的事 通常指的都是 献儿女为经活 或者拜鬼神 占卜邪术 在摩西五经里面 都称这个是可证的事 结果到了 他们可以回归了以后 他们重蹈覆辙 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 他们是不是一样 做这些可证的事 但是显然 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 他们的生活 发生了一些 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因此这件事情 被回报到以色拉的面前 他们觉得非常严重 因此我们接下来看见 这个问题被凸显出来以后 他们怎么处理 在圣经里面就提到 有一群的人 知道了这个消息 他们也非常的害怕 也非常的难过 他们就聚集在圣殿那里 成了一个大会 他们在那边哭泣 他们在那里 恳求上帝怜悯他们 而以色拉自己在第九章 他也有一段很长的祷告 他求上帝怜悯他们 求上帝怜悯他们 现在的百姓的情形 不要灭绝他们 所以当这些人 集成大会了之后 当中有一个 大概是领袖 叫做释迦拿 他就站起来 鼓励以色拉 这个释迦拿 他所说的话 反映出 他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 他说以色拉 我们现在发现的问题 为死不完 我们仍然有指望 只要我们愿意重新悔改 然后矫正这个问题 神仍然会恩待我们 因此他就号召要有行动 因为他知道 只要有行动 就仍然有机会 承受上帝的怜悯 第二个 他就设下了 这个离婚的条例 严格来说 在旧约圣经里面 没有所谓 犹太人跟外族人 离婚的条例 严格来说 没有 只有提到 犹太人之间 如果有休期的 要怎么处理 因为这个事情 在早期没有发生 但是大概他们也根据 当时的波斯的法律 就是波斯的法律规定 当要离婚的时候 你要处理经济的问题 要处理嫁妆的问题 要处理儿女的问题 有一点像我们现在 所要面对的问题 在波斯那个时代 你通通都要处理 所以释迦拿也定下了 这个离婚的条例 这个条例很简单的 就是说 我们犹大男子 只要娶了外族 这七族外族的女子呢 那我们就要跟他离婚 离婚 你要把他当得的给他 然后你的儿女 也要归给女方 然后这样的话 就清楚了 所以有定了这个 离婚的一个条例 所以在释迦拿的鼓励底下 还有众民 在神面前的领受底下 他们就决定做这件事情 接下来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就通令 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 居住的这些 所有的犹太人 要三天之内 全部都聚集到耶路撒冷 圣殿这里 来听这样的一个吩咐 那当时呢 他们回到犹太这个地方 他们大概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善居在离耶路撒冷 大概八十公里左右的这个 疆界里面 那这大概是三天之内 都可以到达的地方 所以圣经为什么说 要三天之内 你们都要聚集 而且这个动员令呢 背后夹杂的一个强烈的惩罚令 就是如果你这三天之内 没有到的人呢 要怎么样 刚刚我们读的圣经 要怎么样 要抄什么 抄家 你下面想到的是什么 有没有抄家 加上灭主 没有 我刚刚这个版本的翻译是这样 我刚刚有念给大家听 他是这样讲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回来的话 我要怎么样 毁坏他所有的财产 把他从被辱归毁之人的会中开除 也就是说 我们不再承认你是犹太人 你不再能够参与犹太人的 所有的社会生活 所以完全把你隔绝掉 这个对他们当时来讲 是很大很大的惩罚 所以下了一个很强烈的这个惩罚令 所有人都要到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 果然这样的命令一发出 所有的人就重新的聚集 然后在那里就召开了大会 那个时候在九月 是当时的雨季 天空下着许多的雨 这是我们现在台湾很需要的 结果下着雨 所以众民聚集在那个水门的匡阔处 在那边一面淋雨 一面听以色拉 在宣布这样一件得罪上帝的事情 跟要如何矫正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都在那边战斗 一方面 这个战斗有雨水能的战斗 我想更包含在属灵生命层面 他们的战斗 因为是得罪了上帝 那因为在当时的情势是如此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进行的方案 那个方案就是说 好 首先我们要清查明册 到底这些的犹太人当中 有多少的人是违反了这个律例的 他们就做这个清查 清查的时间大概花了三个月 然后他们据细迷移的 在第十章的后面 把名单很清楚做了个交代 表示这是一件很慎重 而且绝对不会有错误的事情 那清查的结果是多少人呢 有十七个祭司 六个立位人 一个歌唱的人 三个守门的人 那这些都是所谓圣殿里面全职的人 全职的人当中呢 有二十七个违反了这个命令 那很严重的 就是这些 我们今天的话叫做传道人吧 违反了上帝的命令 做了最坏的榜样 然后有八十六个百姓 就纷纷笑有 也犯了这个错误 清查的结果有113个人 娶了外邦的女子 这数目应该也不算是少数 然后呢 三个月清查之后呢 所有犯错的人 你要邀你当地的长老 先知陪同你 到耶路撒冷圣殿来办理 正式离婚手续 你要有证人陪着你 来办这个离婚手续 所以圣经里面就记载 他们就愿意在神面前立约 他们所有的人 包含这113个犯错的人 都愿意在神的面前 做这件事情 好 指惜上帝对他们的愤怒 那这个大概就是 今天我们所读的故事的大部分 表面上看起来 他们都立约 也的确做了这个事情 但是故事没有结束 to be continued 因为你如果继续读尼西米记 尼西米记是大概比以色拉 同期晚一点的 尼西米跟以色拉 同时都在矫正百姓 在属灵生命当中 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 如果你读尼西米记 尼西米曾经有两次回到耶路撒冷 第一次就是跟以色拉在这里 同时间做的这件事情 之后 尼西米因为当官请假不能太久 所以他又回到波斯去 大概隔了13年 他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他发现 当地仍然有一些人 跟外族的人同分 所以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时候的励志 之后有没有再犯 又再犯 又再犯 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更加的看见 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挑战 然后我们也看见 上帝是如何的看重婚姻 还有神在婚姻当中有他的心意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特别读到旧约的类似这个经文 你有一点读不下去 读不下去的原因是 你是不是感觉旧约是不是有 种族歧视 为什么这些主的人不能娶 第二个你的感觉是 旧约的上帝好残忍 需要把这些人全部杀光吗 这大概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脑海当中会呈现的问题 十七年缘故我没有办法多讲 我只讲一个重点 请问旧约圣经里面上帝有 反对所有的外族人吗 或者我用进一步的问 请问耶稣的祖先有没有外族人 谁 一个是路德 路德是摩押人 还有一个是谁 拉荷有没有 耶稣的祖先里面就有外族人 所以请注意 圣经里面上帝的禁令 只有针对少数民族 因为这七族的人 从旧约圣经的记载 是犯罪严重到一个 我们没办法赦免的情况 他们献他们的儿女为人际 他们做了很多恋童各样的事情 他们的罪恶严重到一个程度 整个民族都是全然败坏的 因此上帝需要透过全然灭绝 去保障周围的民族 特别是以色列民族的信仰的存证 跟生活的存证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稍微去拟清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看了这段故事 我们稍微要回到我们现代 来做一些思想跟互动 这段的故事 会不会让我们有一种感觉 就是今天我们在面对婚姻的时候 特别对单身的男女来说 我们会说信与不信的 怎么样 不可同父以恶 我知道有一些的教会会这样的教导 就是基督徒 你不应该嫁娶非基督徒 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这个观点 他引用的经文就是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以恶 但是严格来说 这段圣经不谈婚姻 这段圣经是在讲 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 不要参与在他们的罪恶生活里面 同父以恶 就是光明不可以参与在黑暗当中 我们不可以做那些 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在这件事情上不可同父以恶 并没有提到婚姻 那我们其实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有两点跟婚姻有关系的事情 需要做一点点的说明 首先请问婚姻是谁设立的 上帝设立的 对不对 请问上帝设立这个婚姻 祝不祝福婚姻 祝福 那上帝婚姻的祝福 是给基督徒的吗 还是给全人类的 是给全人类的 对不对 因为上帝造了亚当夏娃之后 神设了婚姻就祝福他们 因此请问一下 是不是基督徒的婚姻 一定比较幸福 反过来说 不是基督徒的婚姻 是不是很不幸福 也不是 对不对 我相信你应该认识一些的朋友 他们可能比你们的关系更好 夫妻关系更好 但是他们可能是活教徒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 婚姻是神给所有人的祝福 因此我们回过来问 如果一个基督徒 娶了一个没有信主的围妻 请问他们的婚姻 神祝不祝福 祝不祝福 他们的婚姻有没有可能美满 你们都不敢回答 理论来讲应该有 对不对 因为事实上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 社会学家也同意 一个美满的婚姻 最好是两个人有相同的人生观跟价值观 所以一对佛教徒 他们有相同的人生观跟价值观 他们可能也蛮幸福的 这是第一个观点 就是神祝福所有在他定义下的婚姻 在他定义下的婚姻 就是守真 然后不乱搞的婚姻 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稍微再来沉浸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在谈婚姻之前 我们要先要谈个人 我用这样的话来说 我不晓得你又没有曾经听过人家这样介绍 碰到朋友说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的另一半 有没有 另一半这个用词 我们就要来看那个半是哪一个半 我知道英文叫做an other half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半两半的半 意思就是这句话在告诉我们说 每一个人都是一半 对不对 然后你找到了另外一半 所以你们两个人就合一了 这个用词会带出这样的联想 一半两半的半 但是不对 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每一个单身者是一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整的 对不对 我们不是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一 我们是一乘以一等于一 所以每一个单身者 纵使他一生当中都没有婚姻 他在上帝的眼中也是非常完整的 事实上圣经里面有单身的传统 请问耶稣单不单身 单身吗 请问保罗有结婚还是单身 单身 而且保罗居然在哥林多书信 他讲了一个吓死我们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我告诉你们 按照我的意思 我鼓励你们都不要结婚 你去看 他说如果你们想要服侍主 那我鼓励你们跟我保罗一样 最好都不要结婚 因为结婚会被家务缠身 所以你最好是单身 你可以专心的服侍神 我不晓得天主教 神父修你制度跟这句话有没有关系 可能有一点 但是保罗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 所以单身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 因此我们有了这两个前提之后 我们再回到这段圣经来看的话 我想提供几个角度 如果你是单身 还没有结婚 请问你可不可以嫁娶 跟你信仰不同的人 可以吗 按照刚刚的理解是可以的 但是话不要讲得太快 当你要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了解情势 有什么情势呢 第一个情势是 你要知道进入婚姻 成家立业 对不对 成家立业有成家立业的使命 那个使命就是理论来说 每一个人进入婚姻以后会生儿育女 那生儿育女在信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你要教导你的儿女怎么样 认识上帝 敬畏上帝 跟随上帝 是吧 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 所以当你选择配偶要进入婚姻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到这一点 我不但只是结婚 我之后会生儿育女 我之后要教导我的儿女 认识上帝这件事情 你不要忘记 当然神也有可能有别的心意 像我的话 我就没有小孩 所以我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但是大概不会有人预想说 不会有小孩吧 好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结婚 你必须要去衡量情势 圣经的意思就是 你绝对不要随从他的信仰 随从他的价值观 所以你最好能够找到一个 他愿意或者说 他跟你的信仰价值观 不会差异太大的 比如说一个基督徒 跟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结婚 好不好 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跟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结婚 好不好 会有问题的 对不对 这问题不在于基督教跟佛教 而是在于两个人 有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 那婚姻一定会有问题 那我常常会跟别人分享说 好 如果你今天选择了这个婚姻 你必须要认清这个情势 你要准备一个代价 这个代价请你注意听 叫做什么 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 没有办法跟你一同分享的 我再说一次 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 诸位 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 信仰 不是吗 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岂不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吗 请问一下 谁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 你的配偶 因此你必须要面对一个情势 就是我跟一个还没有跟我一样 信仰的人结婚 神一样会祝福 我们还是可以有一种关系在 但是这当中会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就是你所有在信仰当中领受的一切 回到家 你跟你的先生说 他听得懂听不懂 他大概听不懂 他能不能跟你一起附和 大概也不能 不是他不愿意 因为他就是跟你不同的信仰 这是一个婚姻当中的代价 那你必须要有所预备 我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的姐妹 是属于这一类的 我常常故意就问他们 还有问她的儿女 我就问那个说 姐妹啊 如果还有机会选择 你会不会嫁给一个 跟你信仰不一样的人 你知道答案是什么 十个里面大概有九个 说不会 说如果再有选择 他一定要选择一个 跟他有同样信仰的人 有趣的是 我问他们的女儿 她说你看到你爸爸妈妈 妈妈是基督徒 爸爸还没有信主 然后你在这个家庭长大 请问一下 你将来你会选择 跟你同样信仰的结婚 还是你觉得没有关系 你知道答案是什么 他说我要找一个 跟我有同样信仰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亲也感受在一个 父母亲不同信仰的家庭环境当中 所面对到的那个情势是什么 当然这只是一些人的意见 我再说圣经里面严格来 他并没有规定基督徒 一定要嫁娶基督徒 不能够嫁娶非基督徒 但是请记得这两个部分 你需要做这样的一个预备 如果你要进入一个 配偶跟你不同信仰的人 你要有所预备 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说明 我的想法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你的配偶现在不是基督徒的 请你举手一下好吗 有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保罗在哥林多 面对了这个问题 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一些的人 他们决定要离婚 既然信仰不一样就要离婚 结果保罗的反应是什么 保罗骂他们 他说你绝对不可以离婚 为什么 因为你岂不知道 难道神不会工作 让你的配偶信主吗 更何况离婚绝对不会是 上帝允许的事情 所以保罗指责他们 纠正他们 让我们知道 通常你的配偶不是基督徒 有两种可能 对不对 一个就是你结婚之前 你是基督徒 他不是基督徒 所以你们结婚了 这是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是什么 是你们之前都不是基督徒 但是后来你信主了 你先生可能还没有信主 或者你太太还没有信主 大概是这两种情形 那不管是哪一种情形 保罗在哥林多的书系里面 就是鼓励他们说 既然是如此 你们应该要恳求上帝 让神工作 让你的配偶有机会信主 因此我们在座 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的 请记得 你的婚姻 神仍然是祝福的 虽然你可能要承受一些的代价 就是我讲的 神还是愿意祝福你的婚姻 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可能对你都很好 你要求神有机会 捲选你的配偶能够认识主 但是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你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活出一个 有信仰见证的榜样 你在家里面 你是不是一个贤德的妇女 你信主之后 你是不是一个顺服你丈夫的人 你信主之后 你在家里面 你是不是一个温柔 体贴你太太的人 如果你的枕边人 在你的身上 看不见信仰的榜样 他怎么可能信主呢 因此你需要求主 帮助你的生命活出 圣经要你活出的榜样来 第二个 你需要做什么事情 你需要稍微坚持一下 你的信仰 我们的教会有几个姐妹 是这样子 她们的先生不信主 甚至不太喜欢她来教会 结果呢 她们很自然的 就是先生出差的时候 她就会来教会聚会 先生放假的时候呢 她就会在家里面陪先生 就不来聚会了 你懂这意思吗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 圣经也没有规定 这种情形你不行 但是我常常鼓励 这些太太们说 你是她的太太 你不是她的奴隶 你还是要让你的先生知道 你有你的信仰 你需要来到教会 敬拜上帝 虽然他可能不高兴 但是你要稍微坚持这一点 我常常跟他们讲说 是的 你坚持一点 可能先生不太高兴 但是我就鼓励他说 所有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 之所以信主 都是从反对开始 因为有反对 表示他有反应 有反应 神就会工作 如果你凡事顺着你的先生 你不读经 你也不祷告 你也不聚会 请问你的先生 有什么机会信主 请不要误会 我不是要你跟先生吵架 而是你要懂得有智慧 让你的先生 尊重你的信仰 你还是要坚持 对上帝应该有的敬拜 好叫你的信仰 站立得住 好叫你能够教导 你的小孩子认识上帝 好叫你的先生 看着你们的好行为 有机会可以认识主 最后 我要针对 夫妻都是基督徒的 我们在座有多少人 你们夫妻都是信主的 举手一下好吗 不少对不对 好 那我再问一下好了 手再举高一点好了 大家不要不好意思 你觉得 你的婚姻还很美满的 请你继续举手 好放下 感谢主 下面的话我大概不用讲了 好感谢主 如果你们的婚姻还是很美好 我觉得神不仅要祝福你们 也要祝福你们的儿女 美好的婚姻 绝对是儿女一生当中 最大的财富 如果夫妻的关系不好 你再留给你的儿女 一亿的家产 她都不会幸福的 刚刚我们姐妹 有做这样的见证 但是我也知道 婚姻美满绝对不容易的 我也结婚26年了 婚姻里面有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处境 会发生不同的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求主 帮助我们夫妻 勇敢地面对 刚刚那个 那个video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对不对 他们请儿女来评 评分 对不对 那姐妹在不在 在 你要不要把问卷 分享给大家 大家都回去问一下儿女 对不对 但是我还有一个另外的 的兴趣就是 可不可以夫妻彼此对问 你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好丈夫 我是不是一个好媳妇 好配偶 彼此的来检验一下 然后去面对婚姻当中 可能仍然存在的问题 勇敢地去面对它 中国人有一个不好的隔眼 我们知道不好的隔眼 就不要继续用了 有一句不好的隔眼 对婚姻生活有极大的破坏 有一个隔眼叫做 家丑不能外扬 有没有 这一句隔眼呢 在婚姻生活当中 绝对是破坏婚姻的 婚姻里面一定有问题 我们不敢说是丑 但是一定有问题 有问题要不要外扬 要不要 请问要不要外扬 要外扬 只是不用拿大声工来外扬 你需要找到教会的传道人 或者我们刚刚有很多举手 美满婚姻的 你应该要找他们 夫妻愿意跟他们对谈 说我们现在的婚姻 有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可否请你们来帮助我们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常常出现在弟兄身上 因为我发现很多的太太 在婚姻里面是受苦的 同不同意 他们遇到很多的问题 他们很愿意求助 但是老公打死都不愿意 告诉别人 很多都是这样 婚姻问题 如果没有两方愿意的话 就没办法解决的 特别我们先生 不要太好面子 当婚姻里面 有某一些问题的时候 这不羞耻 我们愿意勇敢地 外扬给一些适合的人 请他们来帮助我们 陪伴我们 去走这一段的路程 好叫我们在这个 不容易的过程当中 有人陪伴 有人帮助 可以走得更好 最近我的祭祀部里面 有五对夫妻 是我在关心的 这五对夫妻 都不是我现在教会的 这五对夫妻 有一些配偶我不认识 但是五个男生我都认识 这五对夫妻都是基督徒 那我告诉你们 这五对是什么情形 五对的婚姻都有问题 其中有两个男生 有外遇 其中有一个离婚了 另外一个是跟外遇的对象 在同居 这是两个先生 另外有两个先生的太太 要跟他离婚 为什么 因为太太有外遇 有外遇 有一对没有外遇 但是太太要跟他离婚 所以有五对基督徒 在婚姻生活当中 都有很大的问题 其中有两个 有外遇的男生 我蛮同情他们的 因为他们居然还很勇敢的 每个礼拜去聚会 然后呢 有的还领会 那另外那两个的 有外遇的太太 就我知道 从此不再去教会了 因为不敢去教会 你懂这意思吗 所以对比之下 我说那两个弟兄 还蛮勇敢的 但是他们很痛苦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是做错事 他们不是没有感觉 但是他们也知道 他们不能因为这样 丢到基督徒的身份 然后他们也希望改变 不知道怎么改变 那就需要有人去陪伴他们 去帮助他们 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 有个弟兄 我每次碰到他 我只要一讲 他就流眼泪 因为他原来的婚姻 就是有很多的问题 后来他外遇了 外遇之后 也有一些状况 那我要帮助他 让他走回到 和神心意的道路 这些都是我们在 现代婚姻当中 会面对的 现在的婚姻 越来越脆弱 人对婚姻 越来越不信任 当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公投 反同性婚姻的时候 我们有一点事情 要反省的就是 那我们的婚姻怎么样呢 我们的婚姻有没有活出 我们认为对的婚姻形式 否则那些同事们 根本看不起我们 你们也是一样 那这个给我 我不是说不要反对 这是每个人的立场 但是 这个给我们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婚姻 到底能不能够 活出亮光来 让别人 从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当中 看到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 是最好的 否则就像我讲了 我周我有五对的基督徒 的婚姻都出了问题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 可以继续往前走 我们基督徒在婚姻当中 要重整 勇敢地做神 喜悦我们做的 需要付一点代价 需要耐心地等候 问题的解决 多年前我在脸书上面 看到有人贴了一张照片 我印象很深刻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照片 里面有一对非常老的夫妻 坐在一个非常老的板凳上面 的一个照片 下面有一行的字 这样写着 它上面写说 在我们的时代 我们被教导 东西坏了 是要修的 不是丢掉 但愿主帮助我们 在这一个 离婚这么严重的时代当中 我们基督徒可以活出 婚姻的价值跟美好来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 透过圣经的教导 让我们看见 你设立了婚姻 你乐意祝福婚姻 你在婚姻当中 你也渴望我们一代又一代的 能够认识上帝 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到 在人生当中是蒙福的 男儿子我们 必须承认面对这一个 婚姻败坏 崩落的一个时代 有的时候连我们基督徒 都没有办法守住 婚姻的见证 我们承认 在婚姻里面有很多的挑战 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 委身于上帝 跟婚约当中 好叫我们能够成为 享受婚姻的见证人 也能够成为一个 祝福下一代 婚姻的父母亲的家庭 更重要我们也可以在这世上 能够成为婚姻的亮光 来荣耀你的名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弥 我们谢谢陈牧师今天 给我们那么清楚 而且很重要的提醒跟帮助 特别是我们对婚姻 夫妻的关系 我们渴望我们先从 爱里面跟神相遇 也让我们的家庭在爱中 能够夫妻相遇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回音师歌《爱中相遇》 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将自己完全提醒 再一次将自己完全体现给你 《爱中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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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浅在我的生命里 求生命更新 将关我一生 求生命更新 求生命更新 将关我一生 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祷告 不管你是已婚的夫妻 若是你是夫妻都坐在一起 你就牵起你的配偶的手 你们一起来祷告 让神的爱 让我们先遇到神的爱 让神的爱在我们彼此之间 夫妻的关系之间来相遇 每一天都经历神的爱在你们当中 互相的扶持 互相的体谅 互相的愿意为对方多走一礼路 我们也 若是你没有 先生 配偶没来 不管是妻子的丈夫没有来 也为你自己的婚姻来祷告 我们在做单身的弟兄姐妹 你也可以为你自己 不管你是将来的 或者是你也为你自己的生命来祷告 让神的爱来充满 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神的爱 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 以至于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出 那个与神相遇 与人相遇的那个生命 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祷告 为夫妻关系祷告 主啊 我要赞美你 主啊 我要赞美你 主啊 我要赞美你 谢谢你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你看见我们 主啊 弟兄姐妹夫妻 主啊 互相的在你面前 主啊 再一次 主啊 你要帮助他们再一次在你面前 主啊 思想他们 主啊 那个第一天在你面前的礼约 主啊 要一生之久 一生之久都要主啊 走这一条路 主啊 是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的礼约 可是这个约却要持守到他们 主啊 见你面的日子 主啊 我要赞美你 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 每一对夫妻他们的关系 主啊 仰望你的恩典 主啊 主 我要赞美你 主啊 主啊 特别为配偶还没有信主的 主啊 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 主啊 你保守他们 主啊 继续在神的爱中 主啊 持守他们在你面前的那个心志 主啊 就是能够把佛配偶一起带到你的面前来 主 我们仰望你 主 我们仰望你 他们所付的代价 他们所流的眼泪 主啊 你都纪念 主 我要赞美你 谢谢主 谢谢主 保守单身的 主啊 保守单身的弟兄姐妹 主啊 继续能够持守在你的真理跟圣洁当中 主啊 过一生 主啊 荣耀你的生命 主啊 直到他们见到他们的 你为他们预备的那个 那个 特殊的那一位 主啊 我真是仰望你 谢谢主 赞美主 主啊 是 我要赞美你 谢谢主 主是 主是 主我们赞美你 因为我们知道婚姻是你所设立的 主啊 你喜悦家庭 主啊 能够来荣耀你的名 主 我们要特别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弟兄姐妹的家庭 他们的婚姻 主啊 蒙你祝福 好 让他们活出那个荣耀的婚姻的生活 主啊 在这个地上 在这样子一个世代 可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 主啊 使人看到基督徒的婚姻是何等的不一样 令人羡慕的 主 我要仰望你的恩典 主啊 特别我们真是求你 主啊 纪念 主啊 在我们当中配偶还没有信主的 主啊 你要格外地给他们恩典 格外地帮助他们 主啊 持守在真理当中 主啊 也用更多的爱 主啊 去挽回他们的配偶 主 我们赞美你 主 我们赞美你 我们为这样子的弟兄姐妹 主啊 格外地感谢你 主啊 让他们能够愿意这样子的付代价 主我们赞美你的恩典 为着我们在座的 还没有结婚单身的 主啊 你要在这个世代给他们恩典 主啊 就是主啊 许多这些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价值观 错误的这个男女关系的一些的教导 主啊 你要帮助他们持守在你的真理当中 主啊 直到他们遇见你为他们预备的那一位 主啊 在荣耀当中 主啊 他们能够成立婚姻 我们赞美你 谢谢主 谢谢主 不论是单身的 不论是已婚的 在你眼中都是完全的 我们赞美你的恩典 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 祝福你的教会 好 让你的教会在这个黑暗的世代 成为荣耀的见证 我们赞美你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也与我们每一个家庭同在 直到见主面的日子 阿们 好 现在主的恩典 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